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 我是陈月晋 大凡指数随着我们的预期跟规划 报复性的一个反弹大涨上来之后 那么近期在静观情趣的一个心理影响之下 那么这两天的一个指数再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震荡的一个做拉回 那么震荡的一个下差拉回的一个过程当中 试问多头反弹的架构是否因此而做改变了吗 那么第二个就是啊 既被动元件的一个龙头国具 矽金元的一个台胜科以及佳金 疯狂大涨上来开心大转之后 那么接下来谁将接棒继续长 我想有太多太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话 太多太多的一个事情了 那么老师也会都在这个礼拜六下午两点 在台北的一个讲座上 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比如说以大盘的一个时数来说 那你可以看到从5月4号一万零五百点的时候 我就告诉大家 我说一路零五百点 这个的一个关卡不破 那么下手将有报复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强坛可期 果然不出所量 你可以看到就一路大涨来到一万零九百七十八点 光是这样短短八个交易日大涨了四百七十八点 那么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 我们都是领先市场 事先跟你做分享 绝不是说看到的一个指数的一个大涨 今天才告诉你说 哇多头的一个行情来了 我相信很多的一个专家都是看到的一个 上礼拜指数的一个大涨 哇好多人看到涨上来了 哇手上没有股票 甚至杀在地点上 才来这个地方才跟你讲 哇后置行情会怎么好又怎么好 但是你可以看到老师事先告诉你 然后来到了一个一万一千点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关卡 父亲老师也跟他说过 来到这个关卡 短线上必然会做震荡 但是震荡拉回的一个过程当中 多头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架构 是不是做有做改变 我想这个问题牵扯到几个层面 第一个就是景气面 第二个资金面 第三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技术面 那么在整体的一个景气方面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 从我们第一季的一个上市会公司 找出一个亮眼的一个成绩单 整体的一个第一季的一个上市会公司 的一个获利金额高达5300多亿元的一个水准 而且上柜的一个公司 税前的一个怎样的一个盈余 也叫上一季同期的一个上一年度的一个同期 还要大增48点多帕 那么显现整体的一个景气 仍然是怎样 仍然是持续的一个这样看它不变 持续的一个这样持续的一个看效不变 那么俗话说股市为经济的一个组装 那股市的一个涨急涨别的一个卖动 跟经济景气能够持续成长 具有息息相关的一个高度的动性 那么既然在全球的一个景气 还是持续的看讨不变之下 那我问你啊 在这几天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拉回 需不需要太过担心 我可以告诉大家不需要 为什么这就像在上一次 就是来到10500点关卡的一个时候 我跟大家说的一样 很多人看公国我们怎么样 我们全面翻多上来 结果一如我们的一个预期 就是怎样 连妹的一个大涨上来 那么第二个就是就资金面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啊 最近台湾的一个资金 可说是这样 台湾是资金面来说 那这一点我们从台座化的一个让 发行的一个五年期的一个公债集率 就可以看得出来 殖利率降到多少 0.82 比上一次的一个台电 发行同年期的一个殖利率 0.89 还要再低 还要再低 那这个现象代表说市场上的一个这样 油脂过剩 再追逐一个这样 一些的一个少数的一个特定的一个目标 那么第三个就技术面来说的话 你可以看到 不论是时日线夜线或季线 都已经扭转上来了 那么既然这些的一个 不论是在技术基本面 筹码面 资金面跟技术面上 都是处在一个相对有利的一个条件之下 那你想想看来到的一个关前 做一个震荡 那这个是机会 还是危机 我想各位好好想清楚这个问题 那这当然是一个机会 那这个机会重点就是 你要怎么样来做把握 我想今天大家所最关心的就是 今天的一个这样 经济日报的头条 所报导的一个MLCC的一个龙头的一个策略大转弯 合硕的一个被动元件的一个廖元文 那么由于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消息面的一个影响 那么在经济日报头条所说的日商春田制造所策略的一个转弯 将调波部分的一个车用 调波不是原先的一个扩长 是调波部分车用的高阶产能 那么每个月要提供10亿科的一个MLCC给和硕跟音乐达的一个这样主钻厂 那么因为也受到这样的一个利空的一个讯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冲击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包括的一个这样相关的一个被动元件的一个族群 不论是国际也好 和声堂以及华星科等等 日电帽啊 甚至信仓店啊等等 那么今天几乎的一个被动元件的一个族群全面躺平 那么甚至啊多党的一个被动元件的一个族群啊 去几乎全面杀到的一个这样杀到的一个跌停板 但是在今天被动元件因为这些的一个事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冲击影响之下 今天全面几乎全面下杀跌停板的一个过程当中啊 但是老师要问大家的是 第一个 产业面被动元件产业面的一个工序的一个状态到底有没有改变 那么如果说没有改变的话 那么今天的一个下杀是一个机会还是危机 那么第二个 在今天的一个下杀拉回的一个过程当中啊 各位现在的一个投资朋友 maybe很多人可能会因为这样的一个讯息的一个干扰 但是啊 往往啊 因为短线的一个立功的一个冲击 往往又会营造一次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绝佳的一个好机会 为什么我这么说 如果说你今天你是跟着我们你是买在什么 买在3月12号的一个低点 410块 410块的一个低点上 然后今天纵使今天杀下来我问你你会担心吗 你会紧张吗 不会嘛 那么大涨上来来到千元的一个大观 我也告诉你在这个地方你不要去做最高 但是在这一路以来 老师不离不弃我都是事先跟你做分享 不是说 哇 大涨上来了才叫你去充充充啊 要充也是要看什么时候啊 做股票绝对不是随便乱充的 那当时候在3月12号 我相信这具理由都在这个地方 那么今天大涨上来来到千元大观之后 那么连续两天的一个下杀 甚至今天下杀的一个跌点版 那么到底整个产业面的一个这样工需的一个结构 有没有做改变 那么我想 数字会说话了 那么你可以看到在过去这一路以来 被动营充的一个缺货的一个涨价的一个体材 最主要是拜什么 AI人工智慧车用电子物联网 AR5G还有工业自动化这些应用体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崛起 带动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市场强劲的需求 那么这些新应用体材的一个崛起 它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做改变 没有做改变 并且今天这样的一个讯息出来 它最主要谈到就是掉坡的一个 原本要用到车用 可能这个时候掉坡到的一个这样 到的一个这样 一般的一个消费性的一个电子产品 的一个被动元件 但是在这里面的一个文字里面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美感 就是说合硕希望是 它能够部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笔电用的一个MLCC 但是它谈到是说 它可能会掉坡的一个 智慧型的一个手机 的一个用的MLCC 所以合硕将会改用什么 开始来改用采用规格 那你觉得在这里面 这个这些的一个文字是不是有蹊跷 而且在厂商跟厂商之间 那么通常基于一个这样的一个工序之间的一个 保密的一个协定 所以这些的一个市场上的一个会声会影的一个结果 那你想想看里面其中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文章 那我想这是第一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就是在整个的一个工序的一个结构 从目前来看的话其实都并没有改变 那不论是国际的一个龙头的一个董事长 的一个陈泰铭先生 日本的一个春天的一个制造所 南韩的一个商控 或者是日商的一个什么 太阳的一个优店 那么对于整体被动元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景气 缺货槽还是持续看到什么 看到明年看到后年甚至看到2021年 我想这一点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做改变 然后另外你可以看到 从国际的一个营运的一个让基本面 跟业绩的一个表现上 我们可以看到 事实上他是缴出了一张怎么样 亮眼的一个成绩单 那么前4月的一个美股获利 已经直逼两个股本 已经赚进了将近两个股本 那么赚进将近两个的一个股本 甚至啊 预估今年整体的一个业绩 以及整体的一个续航力 还是怎么样 还是会持续的一个这样 持续的一个看上 还会持续的一个大跑化 所以包括外资也调高他的一个 获利平等的目标 那么这是第一大点 就是整体产业的一个供需 的一个结构 到目前为止其实没有改变 然后再来 今天国际下杀盆中跌停板 那么盆中跌停板 一度跌停板锁住量高达8000多张 那么后来 慢慢慢慢慢慢的一个稀释 到尾盘最后笔 敲开什么跌停板 那么从跌停板锁住到尾盘最后笔 敲开跌停板 那么这个总共要花了多少 花了1000多张的一个力量 那你想想看哦 一张的国具将近100万 1000多张等于是说今天光是国具 再低档少货的话 他就用尽了将近什么样 将近10亿啊 那我问你一般的人 有这样的一个忍耐吗 我相信一般人不敢买 一般人一定会怕嘛 很多人都是看到股价要涨停 才敢去追啦 谁看到股价跌停 谁一般的散户谁敢买啊 根本不会有人买嘛 但是重点是 今天谁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在尾盘最后笔啊敢砸大钱 把他的一个跌停板把它敲开 那你想想看这个后面 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个这样 蹊跷在里面 所以很多人看到说 哇今天的一个国具 今天下沙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跌停板 很多人跟你讲被动元件结束了 其实并不见得哎 你要知道哦 一个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周期的一个循环 如果产业的一个周期还没有改变的话 他不会那么快就结束了 当然短线涨多一定会怎么样 一定会做拉回一定会做震荡啊 这个我之前我都跟大家说过了嘛 股价不会只涨不跌嘛 也不会只跌不涨嘛 在上涨的一个过程当中都还是有拉回的一个这样 有拉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在震荡拉回的一个过程当中 到底他的一个后世的一个状态 整体后面的一个产业 整体的一个公司的营运 以及业细的一个续航力如何 我想这个才是我们所要怎么样 我们所要关注的一个焦点 这就是我们跟其他的一个这样 其他专家的一个这样 不同的一个地方啊 maybe今天一定有很可能有很多的一个专家 maybe今天会跟你谈到一些这样 游戏类股 因为今天事实上游戏类股今天涨停板嘛 今天的一个橘子涨停板 今天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一个涨停板 但是跟你报这些的一个涨停板有用吗 第一个在低档有没有买 这是第一大的一个问题啊 第二个看到涨停板的时候 才跟你报涨停 那么未来他的一个续航力到底是如何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在怎么样 在操作股票在产业的一个这样 产业的一个操作上 我们必须所要怎么样 所要了解的一个重点嘛 当你能够怎么样确实的一个掌握之后 那么你未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操作 你才能够怎么样 赚的长长又久久嘛 而不是说看到今天的一个涨 哇才去追你看嘛 很多人都只会跟技术面 跟技术面做朋友嘛 一起去去去面来操作嘛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 在股票市场上没有办法赚钱 因为如果说你光从技术面来做操作的话 那么说真的啦 你今天只要花几百块 你去买一本书的话 你根据技术面的一个黄金交叉 死亡交叉来做买外的话 那么走出满街上啊 大家都是好的人啊 像是怎样 哪有这个人了解 我想这个都是大家 应该了解的一个事情嘛 那么同样的包括的一个细菌炎 当然没有比有人说啦 今天因为细菌炎 因为被动元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拉回 所以今天的一个细菌炎 今天也跟着怎么样 跟着开高走低下来 是的没有错 当然这个都会受影响 那么同样的一个缺货的一个 涨价的一个体裁 那么台胜哥你可以看到 我们买在什么地方 我们买在117买在126 而不是说大涨上来 哇170的时候才叫你去追 很多人不是都是大涨上来 170才叫你去追吗 叫你去追今天怎么样杀下来 你当然你的一个心情会紧张啊 但是如果说你是告诉我们 买在117126 我告诉你今天的一个洗盘 我相信你一点都不会担心嘛 但是重点是 在今天洗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还是老话一句 它的一个产业面的一个这样 整体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趋势的一个结构 到底有没有改变 那你去想想看 那包括的一个这样 包括的一个 环球军的一个董事长的一个 徐秀兰的一个女士 那么甚至啊 包括的一个这样 包括的一些的一个 的一个半导体细晶园拒破的一个 日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身口 那么也都表示了 这未来的一个细晶园的一个景气啊 仍然是持续的一个这样 持续的一个看望不变 而且大家不要忘记哦 在大陆的一个这样 大陆的一个金园厂啊 过去这两年所怎么样 所扩建的一个金园厂 那么有28座 有20座将在什么 12寸 另外8座是8寸 将在今年开始加入营运 那陆续加入营运 对于西金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 的上游材料的一个需求 非常的一个殷切 也就是说今天我加入营运 我就需要有一个这样 的一个上游的一个材料嘛 然后你手上你如果没有材料 你怎么做金园出来 好就好像你今天俗话说 巧忽然为五米四吹嘛 你今天要煮个饭 你也要什么 你也要有米嘛 相同的一个这样相同的一个道理嘛 所以随着一个下半年金园厂的一个 陆续的一个投变的一个生产 那么整体的一个这样 产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间度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在这一块的一个市场 为什么细菌园这块的市场 我相当的一个看好 那包括的一个这样 包括的一个价金也是一样 那你可以看到买在别人 不敢买的一个低点上 38块3 一波大涨上来开开心心大赚 那当然我们已经顺势获利出一半了 那这样一波的一个大涨上来 价差都高达多少 54% 我相信你都看到了 但是高达54% 那来到59块开始做一个怎样 做一个震荡 我告诉你 我还是看好他 但是重点是 他再怎么样 涨多之后他会洗一下盘 洗盘的一个过程当中 什么时候还可以来做进场 我想这个也是老师在讲座上演讲会场上 要跟大家一起来怎么样 分享的一个重点 因为他整个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基本面 都没有问题 整个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景气仍然是持续的一个看好 持续的一个看望 甚至在公司的一个这样 新增的一个产能 将在第二季开始正式加入营运 那你想想看未来的一个营收 将具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向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爆发力 那么股价来到这个地方先怎么样大涨一段之后 短线震荡 良性换手洗盘过后 那么未来 随着一个营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成长 未来的一个这样股价 也将还会有一波的一个这样高筹可齐啊 那么甚至包括的一个这样 包括的一个软板的一个加联益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都是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一个第一眼上 然后就是一波的一个大涨上来 那么同样的今天也是呈现的一个这样上风下行 但是你可以看到哦 卷制品目前还高达超过三成以上 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了 他虽然在过去的时候 他 因为啊 虽然只小赚0.07 低级只小赚0.1 但是在未来他的一个这样社会苹果的一个这样 天线新品天线材料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订单 那这个都会带动他的一个未来 在第二季第三季开始要怎么样 开始要怎么样 放量出货 要会带动他的一个未来的营收 渴望从第三季开始怎样 开始大爆发 甚至外资以及法人啊 也把今年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获利目标 以及整体的一个营运 平等都联名的一个调高 那么今年的一个可乘子公司啊 他透过子公司啊 在今年的一个三月份啊 他设置11.27亿元入主的一个这样 加林益啊 那么成为加林益的一个最大股东 那么为什么他会入主 这个又是一大的一个这样 又是一门很大的一个学问 所以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可以看到 那么甚至在生计股的一个方面啊 你可以看到既保龄富 亦安合一 大涨上来之后 我们就去全新锁定的一个邦克阿弥特 医疗的一财的一个阿弥特啊 你可以看到 今天持续的一个在创新高 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一个地方 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一个地点上 你可以看到一根黑街棒杀下来 只要你等着做把握的话 那么今天大涨上来你可以看到 你是不是就可以开心大转 所以为什么我说标股莲花最强在我家 我想不认识啊 国具啊 或者是啊 去今年的一个台胜科 加金 甚至包括的一个这样 像剩计股的一个邦克 我想 这些的一个股票 如何的一个这样 如何的一个蜂蜂大涨上来 相信 大家都有目光的 相信大家 你都看到了 那么既国具 去台胜科 谢军元大涨上来之后 好 那么接下来 谁将接棒继续标 谁才是第二季的一个这样 超级的一个黑马股 会是低润吗 还是量子运算 什么是量子运算 包括什么 包括升级股 甚至的一个游戏类股 或者是平概股 很多人跟你讲的一个平概股 哇 过去这一路以来 很多人从高档啊 带你去怎么样 带你去拼平概股 结果从高档一路一路的一个这样 一路一路的一个跌下来 当然平概股也跌很深 我也知道 那么在这个地方 到底 有没有机会 做接棒 以及 被动元件今天全面下杀地定板 几乎啊 被动元件的行情结束了吗 西军元 财神科 以及家金 还有没有机会 我想有太多的一个事情 太多的话 老师要跟你讲 那么碍于 节目时间关系 在这个地方 可能没有办法跟大家讲的 非常的一个讲细 所以来 我们在这个礼拜六 我们在台北下午2点 老师好好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好东西老师非常乐意 跟好朋友分享 好 那么怎样成为我们的一个好朋友 好 那么就是赶快把我的一个标股新天地的一个Nine的把它加进去 好 那么and GOLD99 那么你把这个ID给它加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标股新天地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一员 成为我们好朋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份子 让你可以领先别人一步 赢在起跑点上 就像国区 从410一路到多少 1000块 就像台胜科从117 一波大涨上来到172 就像加金一样38块3 一波大涨上来到59 我相信党党股票都是讲在前面 我敢说全市场只有我们一切都敢讲在前面 让你可以看得到 也能够吃得到 所以如果说 趁着最近的一个关前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洗盘 你想抓住 机会的一个好友们 好来 标股莲花最强在我家 接下来谁将接棒继续标 那么欢迎大家 好你直接加入我们这个标股新天地 Nine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家族 然后直接怎么样 在线上做好预约报名的一个动作 那或者你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2321993323219933 跟我们线上理专人员来做个恰许的动作 所以祝大家天天开心赚大钱 我们明天同期时间再会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